一章一到五節 巫師弟 有一個人名叫越伯 大人完成正職 建立上帝 有一二世 他生了七個兒子 三個女兒 他的家產有七千娘 三千莫陀 五百對牛 五百母鯉 並有許多苦比 這人在東方人中 就為執障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 各在自己家中 色白 圓宴就打發人去 請了他們的三個姐妹來 與他們一同吃喝 圓宴的日子過了 越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己 他清早起來 他們眾人的數目先放棄 因為他說 恐怕我兒子犯的罪 心中氣到上去 越伯當他這樣行 越神是不凡 聽從他話語的人 謝謝主席 為我們 閱讀了 《月博記》的第一章第一節 今天在繼續分享 這個母親節 孝親主日的信息之前 我想我們花幾分鐘時間 為現在剛剛發生的一件事情 來禱告 消息傳來在印尼的 蘇拉巴亞 四水這個地方 已經有三個教堂 被自殺客 帶著炸彈 進去炸了三個教堂 為這個事情來禱告 因為印尼也要大選了 所以比較動盪 不穩定 很確定已經有幾個人死亡 因此我們這個時候 一同起立 來為這些教會 祷告 為當地的局勢穩定 祷告 為傷亡的人 的家庭祷告 求主停止 這樣殘暴的事情 我們一起來開生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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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憐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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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天父你自己是大有怜悯的天父 是有救恩为我们预备的天父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曾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主啊 现在我们知道 在印尼四水苏拉巴亚这个地方 三个天主教堂遭到袭击 遭到恐怖分子 自杀分子的爆炸 主啊 造成了伤亡 求主你怜悯 求主你这个时刻 在那里做你奇妙的工作 安慰受伤的人 也兼顾在那里的教会 主啊 我们真的 要为这个时代的教会 紧紧仰望主 主啊 让这个世界 求你保守宗教与宗教之间 少有歧视 少有战争 少有这一种彼此的破坏 并且能够缔造和平 主啊 为印尼继续地交在天父的手中 为印尼每一座城市能够有平安来向主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的 阿们 大家请坐 今天我们是孝庆主日 所以牧师的信息来跟大家思考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说要孝顺父母 要孝敬父母 孝顺父母 孝敬父母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式 那么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父母宽心 什么是宽心 就是他们因为你的生活 因为你的每一天 他会觉得很安心 他会觉得很开心 他不会挂心 不会为你而担心 不会为你而烦恼 这个就是让父母宽心 那么我要用的经文呢 是取自这个约伯纪的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这几节圣经呢 焦点是要介绍 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一个行为完全 敬畏上帝的人 他对他的儿女 有怎么样的期望 他对他儿女的期望 就是儿女 如果做到这个敬虔 父亲的期望 就是父母可以宽心 因此呢 求主帮助我们 看一看约伯 到底是怎样的人 你怎么孝敬父母啊 我想问一下 你过去 现在 未来 你是如何孝敬父母 说说看 怎么孝敬父母 一般我们的文化 如何孝敬父母啊 我们从小很听父母的话 我们学习听父母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孝敬父母的方式 还有呢 你尝试做个好孩子 这个算是听父母的话 你尝试努力读书 算是听父母的话 用好成绩来取悦父母 算是孝敬父母 对吧 慢慢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孝敬父母啊 好几次 有母亲很开心 她说我今天特别开心 因为儿子第一个月的薪水 全给我了 那一个月以后就没了吗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 孝敬父母呢 有时候我们会用 我们拥有的 赚来的 然后孝敬他们一部分 让他们生活物质上面 稍微宽裕一点 对吧 那有一些呢 就为父母买房子 盖房子给他们住 算孝敬父母 那么有一些呢 经常 可能父母不在身边 经常回去探望他们 多陪陪他们 算是孝敬父母 其实对于我们移民的家庭来说 如果父母不在身边呢 孝敬父母挑战特别大 像我自己在国外 二十几年 父亲六十岁 不到六十岁 我就在国外了 我十八岁就去新加坡了 所以我父亲五十几岁 我就在国外了 那么一直没有陪伴父亲 每一次回去就尽量陪伴父母 跟他聊天 那到了最后的阶段 真的回去 是替他换尿片 替他清洗 替他洗澡 替他换衣服 等等等等 那是最后 只能够尽着一点点的心意 从国外回去 又不能常常回去 所以对于孝敬父母来说 很多时候 钱也赚不多 供应不了太多 时间也 距离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也不能赔他们太多 那怎么孝敬父母啊 所以今天一定要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孝敬父母呢 除了在物质上的供应之外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在他们身边 但是我们仍然在孝敬父母的 有时候我们物质上不能供应很丰富 但是呢 我们仍然可以孝敬父母的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不在他身边 但是他因为你 他很宽心 他很安心 他没有因为你而烦恼 这是一种孝敬 特别是不在父母身边的儿女 如果让父母常常为你操心 常常为你烦恼 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他还要替你想办法 那么我们就让他们辛苦更多 那那就不是最好的孝敬 所以孝敬我们学习 让父母宽心 圣经里面约伯记介绍了一个人物 叫约伯 那么约伯记是什么时候书写成的 约伯是什么年代的人 他跟什么人是同一个时期 我们基本上透过约伯书的内容呢 没有什么可以考察的 不过呢 约伯记 如果我们去读约伯记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约伯记的书写方法 非常接近所罗门时代的智慧书的写法 所以呢 大部分的学者认为约伯记完成的时间 应该是在所罗门时代 盛行智慧书的写法体材完成的 所以因此以这个来推理的话 约伯是以色列大魏 所罗门大魏建立以色列国 扫罗建立以色列国 然后到大魏到所罗门 这三任的王总共一百二十年 而应该约伯是在 以色列立国的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面 完成的 圣经让我们看见 约伯是一个敬虔信仰上帝的人 他的生命是遵行神话语的 因此他的家庭教育 也是遵照上帝的话 来教导他的儿女 然后他期望他的儿女 能够符合神圣经话语的教导 来过生活来成长 因此让约伯能够宽心的儿女 就是听从他的教导 遵行神的话语来生活的这些儿女 因此我们要透过约伯期望儿女如何生活 来看做儿女的如何使父母宽心 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很简单 经文前面的几节就介绍了 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 约伯第一个形容 约伯他是敬畏上帝行为完全的人 圣经说他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道德行为言语 按照对上帝的敬虔跟信心 按照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来遵行 使他又有虔诚的信仰 又有端庄被人称赞的好行为 跟生命的品格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人 不是说他不会犯错 而是他非常敬虔 敬畏上帝去过生活 那这是第一 第二从简单的描述 约伯有十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七个儿子 也说明说他在家庭方面 应该是幸福的 妻子在他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树 橄榄的栽子 一棵又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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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十棵橄榄栽子 在家里要培育起来 这是诗篇所说的幸福的家庭 很难想象 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所以他拥有幸福家庭 再来他拥有非常丰盛的财富 圣经形容 他是乌斯帝 在当时以色列的东部 乌斯帝 那么东边 那他的财富有多少呢 有七千羊 恐怕现在在Perv 养羊的 有七千羊的也不多吧 还有三千骆驼 骆驼是养来做什么 骆驼奶可以喝之外 哪来做什么 债货 经商 所以农作物运送 在当年 非常重要 所以他家又是什么 又是养羊的 出羊毛 出羊肉 还有出什么 羊奶 然后呢 还有运输 应该是五股都有 然后五百对牛 为什么对呢 为什么一对一对牛呢 很可能是因为 最容易计算 梨田的时候 是一对一对牛拉的 所以五百对牛 意思是这个工作量 这个牛的工作量很大 再来五百亩驴 驴奶是好东西 驴奶是好东西 所以可能去新疆一些地方 有驴的地方 有喝驴奶 并且还有许多的仆人 悲女 仆悲 那么这些就说明 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那形容这个人在东方里面 就为智大 就是乌斯蒂在以色列百姓东边 这个那一个时代里面 东方人中间 也可以东方人原来原文也是古代 原来在那个时代 这个人非常富有 如果翻成古代 就是所罗门时期 成书 但是技术更早之前的一个 敬畏上帝的人 的一个富有的状态 那家庭幸福 财富很多 其实这个时代很多人是这样啊 财富越来越多 那家庭也蛮幸福的 可是一个财富多 又能够维持家庭幸福 又能够维持虔诚的信仰的人 就不容易了 很多人贫穷的时候 很虔诚 富有的时候 就不虔诚了 很多人贫穷的时候 很像样 富有的时候 就不像样了 没钱的时候 学不了坏 有钱的时候 很容易学坏 不单如此 约伯还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约伯还是一个 极力教导儿女 像样的一个人 他尽他所能的 在信仰里面 教导他的儿女 要他的儿女活得像样 意思是说 当时代 社会当中 就好像今天这个时代 有很多不像样的生活习惯 不像样的孩子 胡搞的人们 所以约伯很谨慎 圣经怎么说 他们的儿子 按着日子 各自在自己家里摆设 研习 就打发人去 请了他们三个姐妹来 一同吃喝 原来这十个兄弟姐妹 按着日子 常常在那里 开party 欢喜快乐的 吃吃喝喝 你知道约伯怎么样 他们吃喝完毕 第二天 约伯就会去 叫他们怎么样 你们昨晚上 有没有太过分 有没有 醉醺醺的 甚至有解经家认为 在那个年代 乱伦是常有的现象 没有所谓乱伦的 为什么邀请三个姐妹来 有的解经家 更露骨的 这样 如果是在一个 没有家庭伦理原则的时代里面 只有信上帝的人 有家庭伦理的话 那么这几个 这一家人 那个吃吃喝喝醉酒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所以呢 约伯尽所能地教导他们 要每一次过了这样的活动之后 都要自解 然后要认罪 约伯还替他们献祭 约伯还替他们献祭 求上帝赦免 恐怕他们的孩子犯罪 忘了上帝 把上帝给丢弃了 约伯常常这样行 所以这一段经文 首先 不管是年轻准备要做父母的 或是将来结婚要做父母的 或是现在已经是父母的 你知道吗 留给儿女最宝贵的 不是你留给他五十万一百万 留给儿女最重要的是 他像样不像样 他有没有信仰的准则 他生命中间有没有 尊上帝为他的上帝 他有没有怕上帝 他有没有敬畏上帝 他有没有把上帝的话 作为他生命的指南 那这个是做父母最大的一个目标 可是很多父母不见得把这个目标成为 教育儿女最大的目标 我们会把最大的目标放在儿女的身上 就是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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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要读得最好 职业要做得最好 钱要赚得最多 等等等等 却忘了 如果他们没有上帝 他们的生命随时走样 他们的生命随时不像样 他们的生命随时都会成为一个败坏的生命 那个时候你怎么都不安心了 因此了解了约伯 我们知道做父母的责任 但是今天的焦点是放在哪里呢 今天的焦点是从约伯 希望他的儿女怎么生活 我们学习那种生活就等于孝敬父母 因为约伯的孩子如果那样生活的话 约伯就更加的宽心了 所以这个问题 如何让父母可以安心 如何让父母可以不为你操心 如何让父母一想到你就开心 所以我现在问你了 你的父母想到你 不管是过去 也许有一些父母不在了 父母想起你的时候 他是开心还是操心 他是为你而欢喜 还是为你而忧愁 如果我们活了一辈子 父母都还为我们忧愁 活到三十五岁 父母还为我们忧愁 活到四十五岁 父母都已经老了 还在为我们忧愁 想到我们还不快乐 那么我们就一辈子 活了五十岁 都还没有让父母宽心 我父亲已经在病床 已经靠着呼吸机器 替他帮助他 因为缺氧 他还摇着头跟我说 你的那个哥哥 我最放心不下 他身体最不好 他现在生意最难做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他还在操心 我跟他说你不用操心 你生了七个儿女 就算这个兄弟遇到困难 我想我们兄弟们也不会不顾他 更何况他的孩子也长大 你放心吧 他接下去的日子 需要的生命花费 不会很多 你放心吧 我这样跟父亲说 是孝敬父母越早让父母宽心 就是孝敬 不要让父母七老八十 还在为我们担忧 因此如何让父母宽心 学会让父母宽心 就是孝敬的其中一个方式 而这个方式是我们必须学的 首先 这个时代越来越富裕了 对不对 特别是国内很盛行啊 富二代富二代啊 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以为本来就是应该有钱的 从来没有想过 穷日子是怎么活的 约伯的十个孩子也是这样 因为什么都有 因此呢 让父母宽心是什么 在富有中 不挥霍浪费 挥霍是什么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要买要用什么就用什么 多贵都要 那这个叫做挥霍 所以在挥霍里面 很容易就不接减 就会浪费 所以让父母宽心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富有当中不要过一个挥霍浪费的生命 就是你的生活花费要节俭 父亲看见这个孩子 哇 不乱花钱 他心会不会比较安心啊 他会比较宽心啊 家里有钱 父亲在有钱 你一天到晚都在花钱 钱永远不够 那这样不是孝敬父母的一个方式 圣经怎么说呢 约伯的孩子们啊 七个嘛 按着日子 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盐业 什么叫做按着日子啊 按着日子呢 就是指这七兄弟啊 轮流安排在不同天 今天是你负责 明天是你负责 后天是你负责 大后天是你负责 七兄弟按着不同天来分配 谁来办party 所以七个兄弟排下去几天啊 七天 一个礼拜几天啊 所以很容易就每一天都是party 需要吗 家里亲情是很好的 可是呢 不是这样挥霍浪费的 不是这样挥霍浪费的 而且呢 摆摄盐宴 摄摆盐宴 那个盐宴或者宴席呢 他原文里面是丰富的 又吃又喝 所以摄摆盐宴 他不是说 你今天过来我们吃个简单的家庭便饭 不要说小便饭 那大的饭是什么饭 大便饭啊 回到家里来 不是说小小 这里所说的摄摆盐宴是花功夫去预备 很丰富的喝的 喝不完的 那按照圣经的文化呢 当然是什么啊 当然是酒咯 那么吃的 那更不用说了 家庭牛羊那么多 所以是不敢说大鱼了 有没有鱼不知道 但是大肉是肯定有的 所以吃吃喝喝 这个宴乐的聚会 那就是生活很放松 生活很无忧无虑 生活呢 不用太多节俭 生活太丰富了 所以欢乐吧 庆祝吧 今天很多人的生命是这样 因此 第一个 孝敬父母 让父母宽心的是 生活 花费 略为有计划 有约束 不乱浪费 其实 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父母就更开心一点 父母就更 这个 父母就更开心 更安心一点 第二 怎么样让上 这个父母更宽心呢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什么 一起来读一下 世俗中 不沾染 丑袭 行为 简点 那 在世俗当中 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干的 在世俗当中 有一些行为 不认为 不妥的 世俗当中 有一些 大家都那么做 我那么做 也没有人笑我 对吧 这个就是世界的生活 没有 虔诚信仰生活的标准 就是在那里 所以如果 约伯 一个虔诚信仰的人 的家庭 他的儿女 只照着世界的标准 而没有照着虔诚信仰的标准的话 你可以想象 他儿女们 天天炎炎 欢乐 庆祝 放松 没有约束 情况下 会是怎么样的呢 肯定 就会像 世界上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说 很可能连乱伦 都在家庭里面发生 更不用说 喝得醉醺醺的 影响第二天的生活 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所以 生活很容易 就不减点 生活 行为 很容易 就会出差错 这个人呢 就变得 不像一样 因此 孝敬父母 其中一个 就是 你到国外了 但是 你没有学坏 你到国外了 你没有学世界当中的 很多不良的习俗 跟习惯 你没有照着 世界上的人 那样花钱 也没有照着 世界上的人 那样的生活方式 父母就说 我这个孩子 很 安心 我这个孩子 很 安心 我感谢主 可能胆子比较小 学坏 特别不敢 这是上帝怜悯我 胆子很小 我中学的时候 十四岁 我的同学去玩女人 拉着我 去吧 去吧 我已经信主了 我说 这种事情 我会留到结婚吧 我的朋友 拉着我 去赌啊 去赌啊 他说 你这个生活很枯燥 走吧 晚上跟我们去 去哪里 去赌呗 去啊 我说 我很忙啊 礼拜六 礼拜天 我都在教会啊 礼拜五晚上 还有团契啊 我还要带茶经班啊 其实都是 推拒他们 我害怕啊 我不敢去 我就拒绝啊 不敢去 所以我父亲 我父母啊 从来对我 都是很宽心的 从来没有 为我担忧啊 反而他们 会跟我分享 他们担忧的事情 我的上面 一个哥哥 就让我父母 担忧 因为他就是 跟着一些朋友 在一起生活 直到 他跟我同一个房间 我天天 弹吉他 唱赞美诗 他三更半夜 带着酒味回来 有时候 我到十一点钟 还在弹吉他 唱歌 在那里祷告 读圣经 他看我的生命 很特别 他在看他自己的生命 越来越不像样 有一天 他跟我说 为什么我不能像你 我跟他说 你可以像我 只要你信耶稣 我们两个兄弟 就在房间里面 我就把福音传给他 他哭啊 稀哗哗哒的哭啊 接受耶稣 信耶稣以后 开始晚上 两个人一起弹吉他 我开始教他 简单的吉他 我的吉他 已经没有弹二十几年 教他简单的吉他 然后他开始 跟我一起弹吉他 一起唱诗歌赞美 然后后来 渐渐的 他也去了教会 然后一辈子 最后他娶了牧师 做太太 他娶了一位传道人 做太太 然后他一辈子 在教会里面 侍奉 像样了 父母从此 为他宽心了 他终于成为 一个孝敬的孩子 没有给父母太多钱 但是父母从此 宽心了 他就算是一个 孝顺的孩子了 所以 不要沾染恶习 不要去学坏 行为要检点 你的父母再远 在马来西亚 他也不要找侦探来问 这个孩子最近在干嘛 他也不要问说 这个好朋友 你也在Perth 你移民在那边 你有没有去感恩堂 感恩堂那个 什么墙的 你认识他吗 你帮我 闭一 不是闭一只眼 你睁大双眼 来帮我看一下 我这个宝墙儿子 他在那里有没有学坏 你看 如果我们学坏的话 父母不在身边 他们是多么操心 这是第二 活在世界中 不要沾染 世界上面的恶习 丑习 不良习惯 行为检点 这样 父母就宽心 这是孝敬 小心 炎焰 不要变成荒焰 不是说不可以 朋友一群一起去吃喝庆祝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不要变成荒焰 荒焰是什么 失控的 信在荒焰里面是开放的 美国最流行 现在世界最流行 这种什么club 什么club 去party 然后在里面胡搞 炎焰不要变成荒焰 小心 一同吃喝 不要变成乱伦关系 世界上 没有约束 我要自由 我要什么都 我喜欢的 什么都可以做 就变成 这个 要小心 所以两个不要 是什么 不要挥霍浪费 第二个不要 是什么 不要沾染 丑习 很丑陋的习惯 这是两个 让父母宽心 第三个让父母宽心 是什么呢 第三个让父母宽心 是在生活中 要怎样啊 要反省认错 或反省认罪 一个不反省的人 他以为自己什么都好 他以为自己什么都对 可是会反省认罪 认错的人 他会一直改善 一直改善 一直从边缘回到安全 一直从坑中跳出来 到边缘 再回到安全 而不是一直掉在坑里面 所以反省认罪 是什么 品格从善 不要品格偏恶 人自出性本善 亚当夏娃犯罪 变成性本恶 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 从生得救 听从神的话 恢复到本恶 恢复到本善的生命 本质 这种恢复的过程 需要祷告 需要自节 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求上帝来赦免 保血洁净 十字架的救赎 拯救 使我们不断的改善 什么叫做改善 为什么中国人说 改善一下吧 意思是 从不好 变成好 这个叫做善 所以性格向善 你知道 约伯啊 一直叮咛他们 儿子啊 女儿啊 刚刚欢乐过了 赶快去自节一下吧 然后 担心啊 你们这样下去啊 会犯罪啊 你们这样下去啊 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了 这样下去 你不会敬拜上帝了 上帝 你们把他丢弃了 你们忘了上帝了 约伯一直提醒他的孩子们 自节 这里的自节是什么呢 就是自节这两个字 简单的说就是 要分别为圣 立刻安静下来 哦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昨天跟兄弟姐妹聚会 很好 感谢主 昨天没有过分 感谢主 昨天很好 哦 主啊 昨天有一个东西不对 主啊 求你赦免我 这个洁净的过程 要在上帝面前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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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认罪 祷告 你可以想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 每一天睡觉前 都做一些反省 祷告 主啊 我今天 对这个顾客 讲了不该讲的话 他带着难过走了 主啊 今天 我 我看见他 他这么难过 我居然没有安慰他 主啊 我的爱心不够 我的行动不够 主啊 你怜悯我 我好软弱 你可以想 一个人每一天 有这样的反省 有这样的认罪 他的品格 是不是会越来越崇高 他的品格 一定会越来越崇高 约伯恐怕 他的儿女犯了罪 什么叫做犯了罪啊 我去查了一下原文 原来犯了罪 里面呢 是指呢 在罪的生活里面 上瘾了 就是 陷在罪的坑中 在里面游泳 在里面享受 这个很好啊 I want my life to be that way not your way 我要我的生活 是那样的 我不要圣经的生活 那就是丢弃上帝了 所以 记得 生活中要反省 认罪 让你的品格 越来越像样 越来越崇散 越来越像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形象样式 上帝 把灵 吹在我们里面的 那个形象 样式 很重要 第四 要什么 让父母宽心 安心 开心 喜乐 一生当中 要尊主 为大 崇高的信仰 最好的信仰 你要抓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做父母的 不可能永远陪着你 不可能永远盯着你 可是一想到我的儿子 去教会 带茶经班 一想到我的儿子 跟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 去交游 一想到我的儿子 去参加团戏 一想到我的儿子 在教会里面 负责这个 负责那个 参与这个侍奉 参与那个侍奉 我宽心 因为他抓住了一个 崇高的信仰 这个信仰 是我给不了他的 这个信仰 所带来的崇高的人格 跟伦理道德 是我没有办法教他的 因为我自己也会软弱 爸你讲的 你都没有这么做 那我就管不了他了 可是圣经告诉他 有一个更崇高的 存在的上帝 来引导他 来约束他 来规范他 他的生命 就比我交出来的更安全 由上帝来教他 由圣灵来教他 由圣灵住在他心中 我不用请一个侦探 来跟踪他 因为有圣灵 住在他里面 提醒他 所以很多父母错了 孩子 去什么教会 你时间太多啊 你功课写完了没有 书读了没有 考试考六十五分 考六十五分 还跑去教会 还参加什么查经 还做什么基督徒 不准去 我告诉你 你把孩子推到世界去 考试考第一名怎样 很多诈骗集团 都是第一名的 你不知道啊 数学最好的 你知道做什么吗 设一个什么企业 投资多少 进来回收百分之五十 他计算好了以后 只要三年 我宣布倒闭 我拥有多少 卷了走 都是数学一流的人 你不知道 很多父母 孩子不要去 教会能给你什么 还要奉献几块钱 钱太多啊 时间太多啊 却不知道 你规范不了他 从此没有人可以规范你的儿子 没有人可以规范你的女儿 除非他找到崇高的信仰 除非他生命认罪 知道自己有软弱 需要耶税 需要耶税来拯救他 除非他的生命有一个反省系统 否则的话 他泡在世界里 只有越来越世俗化 更不用谈什么圣洁生活 他永远不会让你宽心 如果他没有信耶税 如果他信耶税以后 他就会让你宽心更多 因此 崇高的信仰 恐怕 你如果没有信上帝 父亲会更不宽心 这个见证我一定要讲 有一年 大概三年至少没有见父亲吧 因为父亲为了养家 到了另外一个小镇去 开了一间公司 这个公交车公司 在那里上班 那么我在老家那里读书 大概三年没有见 我有一次去父亲那里住个一个月 天天都在公交车总经理的办公室 因为我父亲是总经理 小小的小镇 整个公司几辆的公交车呢 三辆 因为只有三条路线 一条走出去一趟回来 然后下一趟又出去 只有三辆巴士 那么总经理就坐在里面 我是三辆巴士公司总经理的儿子 我就在他里面一起吹冷气 马来西亚很热 天天陪他聊天 天天陪他聊天 我父亲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从父亲的聊天里面 知道很多中国大陆 福州福建先游老家的一些 他九岁之前记得的事情 就是从聊天里面了解的 很有限 但是至少知道一些 所以回去老家 我就说 我小时候听过父亲这样这样说 他说有啊 这是这样啊 这个是你的大伯二伯 他们看了基督徒的书 他们到处去做圣经讲解员 都是跟父亲聊天 有一次父亲跟我要圣经 父亲跟我要圣经 他说你教会 你能不能够帮我买一本圣经 字要大一点 又跟我要诗歌本 他说教会唱的诗歌 我记得小时候 祖母带我去教会 有诗歌 我还学会了这个吹 你哪来 我会看那些一二三四 简朴 父亲跟我要了圣经 跟我要了诗歌本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你这个孩子 在信仰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放一百个心 我放一百个心 所以我没有给他一毛钱 他还要天天支持我读书 可是我让他宽心 孝敬 是一个崇高的信仰 使我们成为一个正确的生命 父母都看在眼里的 所以作为父母的 你要让孩子孝敬你 你要带他在信仰里面长大 因为在信仰里面长大的子女 让你宽心 不让你操心 这就是孝敬 父母 恐怕心中弃掉上帝 意思是说 一定要一生信靠上帝 你不要只是学生年代信靠上帝 结了婚进入社会 就不去教会 一生信靠上帝 以上帝的真理教导 作为你一生的指导 做你一生的指南 这样你就会让你的父母宽心 因为大人教不了你 圣经 圣灵 会教导你 感谢主 让父母宽心 来读一下 一 富有中 不挥霍浪费 是什么 花费 节俭 第二 来 世俗中不沾染丑袭 是什么 行为 节俭 第三 来 生活中要反省认罪 这是什么 品格 从善 第四 一生中要尊主为大 这是什么 崇高 信仰 这个 能够让父母宽心 读一下 真言书二十三章 这两节 圣经二十四 二十五 二上二四二五 真言书二十三章 二十四二十五节 预备 起 什么人是义人 听从圣经话语 按照圣经指导生活的人 是义人 父母会怎样 快乐 这个人因为信仰 使他成为更有智慧的人生 使父母怎样 欢喜 父母欢喜快乐 使生你的快乐 这个是孝敬 以福所书这一节圣经 六章二节 我们来读一下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你的生命像话 父母安心 你自己生命像话 也活得更平安 跟喜乐 我说生命不像话 肝比较快坏掉 真的 你用酒当饮料 肝不会坏掉吗 你用烟 来除忧愁 天天抽四十根 六十根 肺会坏掉 对不对呀 那么 你不听从交通规则 有没有平安 天天闯红灯 一百一的你走一百五 会不会有安全呢 危险 因此 孝敬父母 在世长寿 因为你成为一个像样的生命 你生命比较健康 活得比较长久 最后一句话 来我们读一下 今天 做儿女的 让父母宽心 就是孝敬父母的 其中 必须 必须的方式 其中一种 我今天没有说 这就是孝敬 这是其中一种 那你平时 陪伴他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吃饭 然后呢 现在跟他们吃饭 都是妈妈主的要命 那么 就是其他方面也要照顾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今天 我们学习 如何让自己的父母宽心 那就是孝敬的 其中一个方式 求主 也让我们做父母的 知道如何 教育我们的儿女 敬畏上帝 在真理信仰里面成长 使他们更像样 更像样 我们操心就更少 感谢主 赞美主 你的话 是何等的美好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来 跟旁边的人说 感谢主